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一般來說 共狀 我們要入屋體共犯 我們先從一圍的 所以我們考慮其他二圍 那碰撞呢 基本上它會符合幾個 幾個重點 碰撞前碰撞後 我們先考慮一下 假設這兩個系統 旁邊是沒有別的東西的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動量 是不是應該是 手燈 對不對 這是一個內部系統 動量手燈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M1 V1 加上M2 V2 會等一個固定值 那因為這是一個系統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 這東西是讓它會等什麼 它也會等 M1 這樣 M2 乘上VC VC是什麼 直線的速度 就是說 假設這兩個系統 是我們看的是一個整理的系統 它的直線的運動 跟直線的運動速度 乘上這個直線的 代表直線的 中量 的量盒 就是M1 XM2 它的成績的總動量 也是有相同的 那 假設動動發生了 到動動結束了 它只能有新的速度 它只能有新的速度 動動之後 它可能會改變它的速度 V1 V1 V2 所以它的這個部分 有相同 因為它是沒有受威力的情況之下 來看這個事情 所以它M1 V1 加上 M2 V2 有相同 基本它是動量手衡的部分 我們可以這樣去看 那另外你可以看的是 如果有 動能手衡 是能量手衡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2分之1 M1 V1 0 加上 2分之1 M2 V2 0 也會是手衡的 對不對 這系統是固定的時候 它的能量會手衡的 所以它 後轉之後 結果是一樣的 是不是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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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不會? 為什麼? 因為不會 這部分是有問題 其實我們可以看一種假設 假設 這是一個物品它放掉 我拿另外一個球從頂部放開的時候 它滾下來 從那邊滾 我不知道 這是看倫根的 可是我放在上面的時候 奈莎納它的直心 速度是0 速度是0 對不對? 可是我放在奈莎納的時候 假如它是往那邊走 所以球是往那邊走 這三條形都會往那邊走 然後這個球開始有個速度 它會往那邊走 然後這個力氣還是沒有變才對 假設這個底下是沒有摩擦力的情況之下 這邊也沒有摩擦力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沒有所謂的這個 沒有所謂的速度 它的直心速度不會變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會不會感覺上不符合動能量手能 能量手能 沒有 球跟三條形的動能都增加了 對 動能都增加了 對 那是不是就沒有符合 符合 為什麼? 球有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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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掉下來之後 它的改變 改變它的這個 改變它的這個 動能 這個地方是個樣子的 那 假設是另外一個狀況就是說 它 它是一個螳螂 或是它一個手的在哪 它手的在哪 它手的在哪 它本來直心是0 直心輸入1 對不對? 然後這個手的在爆炸 爆炸完之後 每個破片都有輸入 對不對? 都有輸入 所以你的腫動能也會不一樣 那這時候腫動能來自哪裡? 來自於化學能爆炸 對,爆炸之後改變它 那就這個題目來講 我為什麼要改變 我的速度 再改變 那我的能量 假設 假設A1 等於M2 B1等於 假設方向 等於負的B2 對,那直心速度是有自己 對吧 直心速度是0 對吧 那 所以用直心來看總速度的時候 總能量的時候 它不會為0 它是這個 這部分是0 對不對? 可是這地方 不會為0 2分之1 M1 B1平方 加上2分之1 M2 B2平方 不會為0 對吧? 所以這個地方不一樣 那這個地方 不等 那是什麼解釋 What? 好,聽不解釋 我們可不可以用燈光彈解釋它嗎 解釋用 為什麼不能用總 總質量的 直心速度 平方來看動呢 呃 這邊跟溫度有點像 溫度 好 好 這部分我們留在以後再討論 我們再想一想 好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東西是什麼 還有一個東西是 它的 當然我們在考慮碰碰碰就是考慮兩個 兩個因素 動量守恨之量 跟能量守恨 可是在 因為我累了 阻力很大 然後氣體就慢慢就不動了 就掉下來 你懂意思 我譬如說假如我拿個氣球吹一杯 就會把它吹起來 然後放著 可是它不會說因為 我在裡面的氣球 裡面的氣體分子碰到風去 碰到風去之後 碰到有阻力或是能量消耗 它就停下來 它就不碰撞了 所以你的氣體分子變少 不是變少 氣體分子還是一樣多 可是整個氣體就不萎縮了 我沒有知道他們氣會萎縮是因為氣跑出來 它中間有漏氣 氣泄掉 可是在沒有氣球分子跑掉的情況之下 這氣球會不會萎縮 不會萎縮 那為什麼會維持這個月亮的狀態 它持續碰到 我們拿一堆玻璃球好了 我放在桌上一堆玻璃球 好 推出去 碰碰碰碰碰 九而九之玻璃球都不碰碰 對不對 它就停了 為什麼氣體分子一樣在這個空間中 它一直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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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假設以數學的教育來看 它接近的速度假設是每秒10公尺 它分開的速度就是每秒-10公尺 就這樣 就是接近的速度等於分離的速度 就是要彩晶空調 那如果只有氣體分子來講 為什麼還可以打那個彩晶空調 簡單來講你要達到彩晶空調就是說 你的能量沒有消失 你能量依然都在 你的動作過程當中不會改變你的能量 那這個事情你能不能實現 目前來講我們比較像自己的彩晶空調 好像在撞球台 你看看一個球撞到這個球彈過去 然後撞到那個車是15 層90度角兩個彈伸出去 只有這個情形比較像彩晶空調 可是事實上的情形非常少 但是這個撞球滾了一下 滾了一段時間之後它慢慢就停下來 它可能阻力很大 跟球跟球撞擊過程當中 是有點像彩晶空調 它這種現象 你可以再看到一個攝影師 像高爾夫球也是一樣 高爾夫球你看 高爾夫球這麼硬的高爾夫球 從那麼高掉下去 彈起來基本上彈起來高爾夫 還蠻接近的 就是彈的效率很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當這個高爾夫球 撞到地板的時候 假設它速度是V 它反彈上來的速度是V 那我們就可以說 看V2跟V的比值 這就是恢復系數 或者是反彈系數也可以 因為假設是個大球 V球會是個大球 這個小球撞到它 再彈回來的速度 就可以知道 假設它兩個是相反的 大小相反 就是彈性碰撞 那目前大家會不會 現在沒辦法達成彈性碰撞 主要都是因為 這個碰撞的過程當中 球本身會吸收掉一些能量 球本身會吸收掉一些能量 所以假設被彈性碰撞的情形 你會發現 碰撞的過程當中 這個部體會越來越這 它撞起的過程當中 會越來越這 因為它一直在吸收一些能量 其實它本來動的 它把動體轉換成它本身在這裡 可是我們的氣體不會這樣 我不會說現在溫度是20度 然後我站在這邊 然後這個 撞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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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 就覺得有了有了 你不太會這樣 這個是一個彈性碰撞的現象 它的能量都一直在動體身上 它的能量都一直在動體身上 沒有轉換 沒有轉換 好 那 在這個地方是一圍的 那如果考慮二圍的情況之下 譬如說 假設有一個球 撞過來 撞到另外一個球 這個球呢 會產生 斜方向的運動的時候 我們可以估計這個A1那個球 會形成腳步的速度 對 碰撞之後 這是因為你要維持動量手 原來這個球 M1它沒有沒有所謂的垂直角度 沒有垂直方向的速度分量 所以這垂直方向 Y走的速度分量 Y方向速度分量 的動量 是0 所以它你碰撞之後 M2角度向上的話 那M1它向下 它底下掉那個動量的部分 好 這是二圍的突然跑 或者說假設 有時候我們在題目上會這樣 或者我們會遇到一個真實狀態 我做標準決定之後 當我一個物體 自己在這方向移動 那我一個物體 自己在這方向移動 假設它們在中間碰撞 那這順便回的是 我的速度分量 所以這方向移動 M1 V1 XX 加上 M2 V2 XX 加上 M2 V2 XX M2 M2 M3 M4 M3 M4 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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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m2v2平方等於 2分之m1v1平方加上 2分之m2v2平方 就這樣34 通常是這樣來考慮 那 那這部分會有很多種比較複雜的東西 假設我們就考慮到現實的現實 我這邊撞上去這是一個黏土 撞到一個木頭就黏上去了 這是完全非彈性碰撞 我們要有一個非彈性碰撞 非彈性碰撞就是說 我撞到之後有能量損失 但是都是反彈的 兩個各自的速度 這叫非彈性碰撞 那一個是完全非彈性碰撞 就是碰上去之後兩個就黏在一起了 會有共同的速度 這個完全非彈性碰撞 待會就只三個線一下來討論 好 OK 這樣子 這個彈性碰撞部分 這個碰撞部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幾個 幾個題目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第九週月 第十題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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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 對 檢查 一開始 一個 的 來 中文應用的題目 我的印象中一般考試都會考 當然我們是為了考試的準備 但是這部分要稍微理解 因為它事實上是很多不同的運調 但是也不會太複雜 你只要知道是動量手能 能量手能的部分去試考它 我的手就沒辦法了 但是也不會太太看 所以手的能量 與它有些配置 我的手在一起 肯定是准央的地位的 姿勢 為人設計好不穩 平安 很潮的地方 都積在去 蓋起來非常非常補充 很美 有空的充分 對付給你看 扶原 好 好